好,這次是一拳解說試煉之門究竟怎樣玩 由結論說起,這次試煉之門是不好玩的 首先這次試煉之門是有五關的 例如你要開啟第二試煉的話 你就必須要在第一試煉儲夠15能量才可以 而你由第二試煉上第三試煉又要儲15能量 第三試煉上第四試煉又要儲15能量 第四試煉上第五又要儲15能量 Is it so fucking boring? 而最糟糕的地方是 那個能量只有低限量才會出 我試過其中一個試煉就打了起碼10場 才夠數才可以打下一級試煉 神經病 而我亦都試過那個energy儲到10那麼上下 突然間那個箱直接開15給我 搞到好像之前打了那麼多場 好像八打一樣 簡直是浪費時間 哪有可能energy是1至3或15這樣出的 刺馬筋 而除了儲energy之外 還要儲礦去換item 你會見到每天都會獲得10款寵物 你可以帶著它入關cleer就可以礦兩倍 強烈建議Day1解決 因為Day1Pickup的寵物裡面 紫色布和聖劍都是4和5的關鍵 有它們就會很快 完成之後看回我發現我自己都已經儲夠cone了 這次用的cone是大概25700可以換掉這一批 如果你想儲極運數 這個時候可能要再打多些cone 但其實不需要特別搞因為太無聊 接下來簡單續版說一下怎樣打 第一試練是非環即可 如果沒有非環就自己選一隻防魔法陣有情大力的角色 滾死它們就是了 記住第一層每一個箱只有10款 不需要執著在這裡浪費時間 總之炸炸臨儲了15 energy 上去上面 更好 安徒辛的爆炸多好用 可以炸回neo的有情出來 第一層 完 到第二試練了 基本上跟剛剛一樣都是非環解決 你會看到有一隻換了鵝妹 主要是因為 貫通帶非環就非常方便 另外安仔基本上都沒有變 其實這版有個機制 就是你必需要撞爆那隻波波 然後在敵人打你的時候 拿個家房去頂招 不過你友情遊戲就不需要理會 所以就是誰有情大力就誰可以解決一切 不需要考慮 c 那些人又溶掉了 這個就是第二層了 到第三試練了 第三試練也是一樣是非環都可以解決的 說起第三試練就有一點插曲 那就是我給他那個Pick Up寵裡面的菩提子 即是那隻光屬 就side check 看這版要為菩提子最適正 誰知發覺那支機關槍 有時會被一些怪遮住了 搞得清不到蠍子 非常之麻煩 結果 轉之下 都是用安仔的爆炸 加18發 灌飛 然後去拌死蠍子 那就最方便了 C 那就又完一局了 好了到第四試練了 這次第四試練是最煩的 因為你要玩這個向量場 和這個地台炮 你會看到畫面上面會有些黃色的圈圈 那就是代表這些地方 基本上你拌下去的話 它就會飛去一些應該去的地方 然後就拌死那些小怪 或者是Boss 實際上頭三層都有固定的劇本 那你只要跟著做完基本上問題不大 那好像第三層中Boss 一開波進去一定是這個位置的弱點 在開啟 那你就可以直接拌下去 那其實畫面上面那兩個圈 我自己都是沒有用過的 因為正常打你都是會做到 我現在做到的事 在Boss戰之前的軟波波 實際上都可以不需要理回的 入到Boss戰就另一回事了 好 最悶的部分出現了 那一開始又要殺掉這些連鎖為然的怪 那Boss才會現形 還有落在砲台的位置 讓你滾砲台滾死它 那兩隻雞雞藍 最好就像現在2P這個位置 上下滾 即是兩個砲台中間上下滾 那就可以殺到那兩隻雞雞藍 如果不行的話 就用回單篇的砲台滾死另一邊 這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當你滾死完 那兩隻雞雞藍 和那幾隻波波 就看它派哪個弱點給你 看看你的起似位置 你的起似位置不漂亮的話 是非常麻煩的 會打久一點 不過我自己是未試過殺不及的 我想說打這版來講 我們的聖劍巨巨 真是厲害到爆開了 我們的聖劍終於回來了 到Boss戰第2層 這一版一開始做什麼就是清了 Boss弱點對著波波 你說炮台附近 讓你起手打炮 那兩隻波波 需不需要清呢 其實就沒什麼所謂 如果你的位置好 根本就是不需要你 直接滾炮台滾死它 就可以解決 這次這一版是沒有圓圈的位置 點給你看 哪個位置可以滾炮台滾死它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好了到尾血了 尾血基本上一開始 第一次見 就會覺得很難 究竟怎樣可以滾炮台滾死下面 那就是上面那兩個圓圈的位置 你就可以x字形的滾炮 不斷射下面 這 那麼多隻小怪的啦 那畫面上面 你會看到我這一段 那兩隻聖劍就黏在下面 這些位置 所以我做不到x炮 一次我就打了這隻小怪 但其實也不是很大問題 因為我只要滾死我滾到的怪 那就OK的啦 好了到這一首啦 終於可以示範給你看 什麼叫做x炮 那你會看一下就是這裡啦 那這一刻呢 就是剛剛下面有兩隻 就是剛剛下面兩隻有弱點的小怪 他們的弱點都會打中 都會直接死亡 那這一刻是非常之重要 是必需要學會的技巧來的 當你清完小怪boss現形之後呢 就會是三個弱點 這樣的 random load 然後看你 你看到哪個弱點啦 如果是上面的弱點 就用剛剛x字弄砲台的方式 就弄上面的弱點 就打死boss 那看到左右當然就不用說啦 這版就是最煩的第四試煉啦 就用來打死boss 立刻衝下去吃飯啦 不管那麼多了 忍不住呀 忍不住呀 終於打到level 5啦 哇 神經病 我打了多少個小時呀 11點可以打 三個小時啦 老闆 那這把照片怎麼辦呀 這把照片我玩什麼呀 我打了 我打了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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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狠狠放出來 但是前面要我拆這麼久 我真的打了狠狠 你都還不錯呀 這個朋友都還不錯呀 這樣也對我說好玩呀 真的要拉到J頭 真心 好啦 轉回後期的錄音啦 各位朋友應該都聽到我剛剛的心聲啦 這個是我剛剛進去初見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 結果就告訴你就是瘋狠的 那你浪費了三個小時的時間 因為我有中間不知道第3還是第4試煉 是說的 打極都是一兩顆energy 可能打了十場第3才升到第4 然後可能打了第4又打了十次才升到第5 結果上來之後就發現 這個低能弱智遊戲 不知做什麼 我都輕輕講解一下這班的機制啦 那這班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你會看到那些藍色紅色牆 這些是均著兜兜的加工牆來的 那一幅牆就大概是加三次攻左右 你的玩法就是越踩越多場加工 然後就吊到樹上 然後那隻BOSS就會共血 於是就拜拜 那這就是今次最好玩的部分 你會看到BOSS戰第一層 它有一些騎士大大在 那這些騎士大大純粹是阻礙你 讓你沒那麼容易可以踩很多場 然後就拿一顆地雷 一下子踩到樹上 直接殺個BOSS就 純粹是這樣 那你說是不是很好玩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有趣 麻煩你 就像這手一樣 起碼踩了三四幅牆 一下子踩到樹上 這隻BOSS就不見了 到下一層 還有想提醒的東西 你會看到BOSS和樹是隱形的 反擊模式 總之你只打它一拳 那一拳就要務求最大力 好像第二層這裏來說 究竟想怎樣呢 就是勾下去踩到最多的牆 之後就不小心刨中一棵樹 BOSS就會不見了 是不是很好玩呢 我要再問到大家一次 好 到最後一層 最後一層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其實可以炒幾幅牆 然後就堆落BOSS的弱點 直接收BOSS皮 但我試了幾次都沒找到 究竟怎樣堆才堆得入 於是我就做第二個方法 就是殺了下面的兩組蘇生怪 開了一些BOSS才打BOSS 其實是沒什麼所謂的 就是你喜歡可以慢慢割都可以 記住左右是分開兩組蘇生怪的 所以不要殺錯那些怪 其實我猜這個紫色布 有能力是可以一刀割掉所有怪都可以 在這一版裏來說 紫色布是最大力的那隻 如果之前有投資過萬四公紫色布的話 應該你都打到這個世界都滅亡了 紫色布是一種好東西 敬請 珍惜 除了紫色布之外 都沒有什麼特別大力的東西 我想說 那你說 五條五聲聲的用不可以 打 不過沒有那麼大力 嘍 以上就是今次 試煉之門 一至五試煉的簡單解說 希望對一些卡關或者不知道這東西玩什麼的朋友有個幫助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